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一场湖脉的时候 发现这个是自然的营养 河水流淌的生命 在大自然当中的风声 这些都是来源于自然 那种莫名的力量 它会永远沉托着 这是少演红脉 然后还有一种唱法就是 小的时候我是在牧曲长大 从小就是好奇这个声音 我就跟家里人说 妈 我想学这个艺术 我自己去 那个时候我才初二 十三吧 差不多 十八岁年年开始 遇到了另一个老师 另一个老师说 你这个以前学的 胡迈都是不对的 你得重新开始学 可以说是一种 年轻人的不服这种心态吧 我往前走 不管路在哪儿 不管镜头在哪儿 不管目的地在哪儿 我是2018年高中毕业之后 考到了内蒙古艺术学院 2018期的安达班 教学模式就是 以乐队培养乐队这个形式 这样的时候我才第一次 有了这个胡迈乐队 组合的一个感觉 我当时第一天进安达班的时候 就是纳苏老师 疯了 快 你录了二十条 录不下去了 它节奏是对的 但是往往它出来的东西太死了 它的严肃 它的严苛 而乐器上的音准太有 半点错别 它就会停掉所有 会指责 然后会说 这种对音乐的负责任的态度 就是激励我的音乐点 真正的好多东西 应该是从传统中流传到了今天 我们今天也应该让它更有 把音乐的律动再做出来 我们来自于传统 而且我们生活在当代 我爸爸是木鸣 我爸是喜欢这个皮具 他是做这个开始的 后来我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乐器 比如说用这个羊的羊拐鼓 然后牛山鼓之类的 但是他不擅长做这个乐器 但是还是会给我做 每次都是我自己提要求 我说妈我想学杀 然后他都会去证实我 传统服装上的一些装饰 都是把妈妈做的 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他首先是要打动自己 向着自己心里去 我们用心去做这个音乐 才能走到观众的心里 所以我们在这个线上的平台上 把我们的传统音乐传播出去 是当下很紧的任务 第一是我们创作的 《追风》这首曲 它展现的是蒙古马的一个精神 这篇团队的就是世界的 这个湖脉更应该是世界的 我们是背着吉他的牧人 这片土地养育着我们 我作为一个户外的传承者 我作为一个户外的文化的承载者 我更要把这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带向更高的舞台 带向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